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这里也是全越南人口最多的城市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这里的话 就是一个盲字 繁忙的盲字 在我身后这座呢 就是胡志明市最著名的圣母大教堂 它是整座红色的 如果你在这边游走的话 很难不会发现它 因为它实在是太红啦 而且所以在这两环的罗马市风格尖塔 据说有40米高 非常宏伟 所以说它是这里的地标 一点也不会错吧 在红教堂这门前 有一座圣母玛利亚 手持十字架和地球的雕像 这座圣母玛利亚雕像有个传说 在2005年的时候 有人曾经看过这座雕像掉泪 导致很多人前来祈祷 即使越南官方人员证实没有这回事 人们还是前来看个究竟 看看圣母玛利亚是不是真的掉眼泪的 我们现在呢就过去对面的百年老游局 它就在这里的200米左右而已 走吧 哇 这座百年老游局 走进来之后 整个人好像进入时光隧道一样 立刻回到了百多年前的空间 从建筑设计还有配色 简直就是法国建筑风格 我好像就身在法国一样 从越南步行到法国 这个点子还不错嘛 冰城市集我要来挖起你的宝藏了 Benton冰城市集 是胡志明市首屈一指的市集 游客非来不可 而且还可以在这里寻找越南地道的美食哦 就让我带你走入真正属于越南人的世界吧 来到越南 当然是要试这个佛啦 佛呢是面的意思 佛薄就是牛肉粉的意思 这个牛肉粉呢是用大米制成的 它跟马来西亚的牛肉粉不一样 因为这个佛呢 吃起来有点绞劲 QQ的 那个牛肉也不会太硬 而马来西亚的牛肉粉呢是软软的 所以呢 这个真的是很美味 它的牛肉汤底啊浓浓的 一定是熬了很久 配起来吃 真的是太好吃了 原来啊这里就是唐人街 只要看之下呢 除了一些中文招牌之外 这里的地区跟其他越南的地区没有什么分别 因为唐人嘛 唐人街呢应该挂一些华人的装饰 但是这里就是缺少这一点 给我的感觉呢是少了一些华人的气氛和味道 这里呢就是越南手工艺品的工厂 为什么我会要来这里呢 因为在这里你不只可以买到那些手工艺品 而且你还可以看到整个制造过程 千万别小看这些艺术品 因为这些艺术品啊是那些艺术家花了很多时间 碳水还有精神制造出来的 所以都非常精致 在胡志明市一边游和一边晚餐是必要的活动之一 而且啊游轮上除了准备丰富无比的食物外 也有余性节目哦 如果你不想观赏夜景 就乖乖坐在座位上 好好欣赏表演者为游客带来的节目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